好待会我们还会去看一下南韩的疫情 它基本上面临的抗疫状况跟日本非常接近 也是突破性的感染患者越来越多 不过呢我们现在先关注一下 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四方会谈 在美国时间星期五 也就是呢台北时间在星期六的时候即将登场 也是由拜登主导的 因为现在呢国际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比结盟晚利的外交时代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元首将会面对面 四方安全会谈登场 在中国方面中国先前申请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也就是CPTPP遭遇阻碍 那么现在呢台湾同步申请加入惹恼了北京方 因此中共在一天之内派出24架共击强力威吓 让周边国家加强了警惕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关注 美国当然与此同时要加大敌对北京的力道 美国的商务部长就公开表示 不排除对华为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上周才刚宣告与英国澳洲成立新战略联盟 阿克斯的美国总统拜登 本周五与到访华府的澳洲总理莫里森 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日本首相菅义伟等三人 展开疫情爆发以来的首场面对面 四方安全会谈 在会谈开始前 美国从行政到立法部门就积极与到访了三国元首互动 拉搂盟友意味不言可遇 而澳洲率先表态 从战略安全到贸易议题上都站在美国这一对 日本也表明积极合作态度 这连长期维持不结盟的印度都展现于美国共产党的 共享的民主价值 尽管四方会谈的参与者都没有提到中国大陆 但会谈主轴 无庸置疑就是他 美国除了透过多方面结盟来增强自身实力 以应对与中国大陆的激烈竞争 还透过贸易黑名单等制度手段阻挡技术外流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四接受路透社访问时 就直言 2019年把华为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而美方尽可能极大化运用这个工具来保护美国国安 因此如果有必要 美方有可能会对华为采取更进一步行动 雷蒙多还强调要维护高科技晶片供应链的透明度 并尽量让晶片在美国制造 而在美国广拉盟友并全力阻挠对手的情况下 中国大陆也透过申请加入CPTPP 来表达愿意与全球各国合作的态度 中方正式申请加入CPTPP 这再次表明了中方扩大对外开放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坚定决心 但由于中国大陆近年与日本澳洲在东海与贸易议题上摩擦不断 CPTPP轮值主席日本就谈言 得要所有国家点头进入门槛较高 但相对的当台湾22日申请加入CPTPP后 日本澳洲都表态支持 这也惹怒中方 不但外交体系周四重炮轰击 更在一天内派出24架共击 侵扰台湾周边空域引发国际关注 当前中美两强激烈竞争的国际态势下 美国虽透过结盟优势增强实力 但盟友间存在同床异梦的隐忧 能合作到什么程度仍很难说 至于中国大陆本身 14亿人口与庞大资源 再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量经贸和做利益 美中两强相争 谁能胜出 仍难有定论 PVPS新闻综合报导